油价一直以来都是很多市民关注的一个话题,今年油价涨多跌少,可以说伤透了很多车主的心。 近日92号汽油最新价格报价7.09每升,从2018汽油调价时间表可以看出,8月20号将迎来新一轮的油价调整,这次油价调整货将会搁浅。 一起来看一下,今年第16次成品油价调整窗口将开启,有分析师认为,半轮油价调整有昂迎来年内第二次割起眼,距离油价调整窗口开启还有一个工作日。 今天已经是第八个工作日,今日油价是8月6日24时上调油价0.05元每升到0.07元每升之后的价格,根据油价是个工作日一调整的原则。 本次油价将在下周一进行调整,全国家油价将在下周一晚上12点8月20日24时进行油价扫整。 半轮油价调整计价期内第九个工作日,目前原油变化率负0.95%,预计下调油价45元每多,只要在下调5元每多,就达到了油价下跌标准,就看最后一个工作日国际油价能否给力了。 因为国内汽油价格与国际油价息息相关的原因,每次油价调整总要看国际油价的走势,在目前的情况下来看。 因为国际油价出现下跌8月20日油价调整预计隔浅,国际油价方面,因为美国原油库存数据逼软凳因素令油价沉压,本计价期内原油市场利空因素占据上风,国际油价正当回落。 但因为调价机制的原因,暂预计8月20日,24时成品油价价不调整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,别忘了按赞哦. 谢谢观看